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日前致函给全体美军指出应对权威主义中国大陆带来的步步进逼的挑战 仍是美国军方今年的优先事项 这个信函的内容更是指出中国大陆对于国际规则的破坏是整个世代的挑战 并且呼吁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恐吓态势 发展新的概念和能力促进与盟邦伙伴的关系合作 并且扩大美军在社区区域里头的活动和行动 奥斯丁指出随着中国大陆威胁的演变 美方将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自问能力 美军团队正在对核三位一体太空网络空间长城火力 还有战斗机和水下作战的下一代能力进行重大的投资 中国大陆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7号上午举行的记者会 这也是大陆新任的外交部长秦刚 首度面对了中外媒体的记者会 秦刚一开始就指出 中方以元首外交委员引领全力办好 中国加中亚五国元首的峰会 以及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整线主场外交 他也强调中方反对一切形势的霸权 强权政治 我们将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 坚决反对一切形势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坚决反对冷战思维 阵营对抗和遏制打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力 我们将以伙伴关系为依托 促进大国关系协调和良性互动 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新朋友越来越多 老朋友越来越铁 美国纽约罗瑟斯特在5号晚间 精传了一起演唱会踩踏的事件 根据了解 当地的观众以为是发生的枪击 导致有许多民众的狂奔 在过程中发生的推击踩踏 导致了一人死亡八人受伤 或有谁被判或被刺碰 当时有名饶舌歌手举行演唱会 在当地时间晚上11点多 有民众谣传听到了枪响 结果现场观众陷入一阵的混乱 警方表示经过的调查之后 并没有发现有伤者的伤是由枪击所致 不过却有庶民的民众 因为逃跑狂奔的过程中 发生的推击踩踏 详细的事故原因还要进一步的调查 星期一是农历24节气中的金泽 也是香港习俗中打小人记白虎的日子 铜龙湾额里井桥底 就从早到晚都有人排队来打小人 如果想要找有名气的小人打手 还得要排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够轮得到 金泽日的香港虽然没有春雷驾响 但打小人的啪啪声却响不断 高跟鞋运动鞋总动员 就是要把小人打得痛快 24节气中的金泽代表万物萌芽生长 伤传白虎出动咬人 所以要以肥肉封着虎口 也要打走对自己不利的小人 小人躲在阴暗处 铜锣湾额井桥下是打小人热点 90岁的梁婆婆是最老的打手 近30年来打人无数 打小人可以针对某人来打 也可以没有特定对象 求安心祈求事事顺利 疫情三年打小人也一度暂停 今年全面恢复也有连线带打 50港币约200台币打一次 这里从早到晚都有人在排队 知名的打手要排上好几小时 警察也加派人力维持继续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